《贪财无事,施黑手,岁霞计高,难行走, 螳螂捕蝉黄雀后,白衣溢出,霍林头。 胡铁花的跟头,才翻到了一半, 竟突然就从半空中跌下来了。 啪,就摔在了地上了,沙地都被摔出了一个坑。 胡铁花摇了摇头,揉了揉眼,咧起嘴来,笑了, 哎呦,不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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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腰扭筋了,不算,不算,不算。 那个武士笑着说,哈哈哈哈,对对对,这次不算,再来一次。 胡铁花又挣扎着爬起来,身子又是拼命一翻, 使听又是啪,一声响,就好像半空中忽然掉下了一块石头。 这次他可再也爬不起来了,他吱吱地笑着说, 奇怪啊,哎呀,我今天怎么办事? 我这不在这块地儿了。 那个武士的眼睛亮了。 侯爷 可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被太阳晒昏了 不对不对 虎铁花鞋着头 想了想 那就是 这两天太累了 那个武士说 也不对 你 你就知道不对 那你知道个屁 我当然知道 就因为 就是我 亲手在这酒里头 下的药 是吗 什么 下药 什么药 咱们秋辞 虽是小国 但做皇帝的 也跟你们一样 免不了喜欢女人 你们国里不是有句话是 是什么 寡人好色 是吗 是 是 是又怎么样 所以 咱们的皇宫内院里 也准备的一种药 是专门准备对付那些个 烈女 真复 这种酒是又香又淡 跟糖水是差不了多少的 但是无论是谁喝了 立刻就会全身发软 你就再也没有丝毫的力气了 日立刚才给我喝的就是 祖子 在下方才给虎爷喝的就是这种酒 我好不容易才从里边偷出了一袋 虎爷 你要是再嫌少啊 我可没房子咯 虎爷话愣了半场 忽然大笑着说 喂 嘿 那我也不是什么 真妇啊 猎女啊 嘿 你们的老头子也不会看上我呀 你为什么要用这种酒来对付我呀 这不是糟蹋酒了吗 这不是 那个武士笑着说 有趣 真有趣 这话当真是有趣极了 一个快要死的人 还能说出如此有趣的话 难得呀 难得得很呢 蝴蝶花大笑着说 不是 我这都是跟那个死臭同学的 一个人一生起来就哭 活的时候笑的机会不多呀 临死的时候还不大笑几回呀 要不是就白活一辈子了 本门 虎爷 您知道自己快死了 我还知道你们这样做 那只不过是为了骆驼上的金银珠宝 是不是 胡爷 您这个头脑忽然就清醒了 不错 我们就是为了这个 王爷被人赶出来 这辈子已经放完了 可是我们放不着一辈子跟着他 在这种鬼地方受苦 不如弄些财宝 到别的地方 去享受我们的小笨贝子 有理 没有理呀 但你们难道没有想到 哦 这些珠宝 是要送给石冠阴的呀 他说不定立刻就要来了 那他会让你们把这个珠宝拿走吗 那个武士悠悠的说 虎爷 虎爷以为这里真的就是和石冠阴的约会之地吗 哦 啊 怎么 不是 西行武士里 才是和他约会之地 对吗 不错呀 但是我们出发的时候 虽是向西而行 走了十里地之后 方向就变了 在大漠之上 方向只要稍微差错一点 你就差得很多很多 哈哈 这里离那约会之地 哈哈 最少也有三五十里了 哦 哦 哦 难怪你们走了十里之后 那就叫我谢谢了 原来那个时候 你们就想惯我了 但那个时候 虎爷 你不敢谢下来 我们只有故意把方向走错了 虎爷 你以为我们是沙漠上的石头老马 所以就放心地跟着我们走 你没有留意方向 他一笑起地说 嗯 虎爷 你也不要难受 嗯 在这个沙漠上有很多人呢 都会迷路的 虎爷 我一向不认的路 就算走在大路上我都会迷路 可是虎爷 你下辈子投胎的时候啊 最好还是先认人路的好 啊 可不要投错了 他 投进猪肚子里 那可就冤枉了 他自己也想不到 自己居然能够说出这样幽默的话 然后他越想越得意 越想越有趣 然后自己就忍不住 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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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胡铁话说 哎 怎么着 现在你们难道就要来来来宰我了 那个武士笑着说 哎呀 我们要是不杀虎爷 嗯 虎爷您药力消失之后 那一定会来找我们的 哎哟 这可是不得已的事儿哦 请胡爷还是要原谅啊 胡铁话笑眯眯的说 可是你们谁敢来动手呢 武士说 啊 那谁动手 还不一样吗 胡铁话笑着说 你以为我真的没力气了 啊 你可不要来杀我的时候 反被我杀了 三个武士本意向他走过来了 听了这句话 突然一起就停下了脚步 胡铁话的厉害 他们是早已经领教过来的 胡铁话笑着说 那说不定这个酒 也并不像你们想象中的那么厉害啊 啊 说不定这个酒 对男人 那并不如对女人那么有用啊 是吗 是吗 三个武士对望了一眼 按道 不错呀 说不定他真的还有一些力气啊 不然他怎么能笑得这么开心呢 胡铁话笑着说 好了 现在你们谁敢来动手 过来吧 三个人面面相娶 竟真的没有人敢过来 胡铁话大笑 依我之见啊 你们还是带了这些珠宝 快快逃走吧 那个武士 眼珠子一转 忽然说 不对 这个人要是还有力气 怎么让我们将珠宝带走呢 另一个大喜说 不错啊 那他一定是吓唬人的 第三个大笑说 嘿 咋了 你要我动手 是你要的 我就来动手了 刷 他自自己的腰边就抄出了刀 扬刀就向胡铁花跑过去了 这柄刀 精光耀眼 看来 要看人的脑袋 那可 比切西瓜还容易啊 胡铁花虽然还在笑 但已经笑得有些勉强了 他忽然说 这些珠宝 这些珠宝一个人花 的确可以享受一辈子 但是 三个人分 嗯 你们难道不觉得有点少吗 他平生从没有做过挑拨离剑的事 此刻情急之下 他用了这一剂 指望这三个人立刻互相残赏 谁知那个武士却大笑 我们纵然想都存财宝 也万万不会在你的面前 先打杀起来 让你有机会逃跑 是吗 这上全面有这样的呆子 另一个人根根的笑着说 国家的传奇故事只怕是听多了 第三个人已经狂笑着 挥刀直屁过来说 你笑吧 此刻 我看你还笑得出来 我才佩服你 他的笑声忽然顿住了 一柄刀高高的举起 却没有砍下去 那个武士皱着没说 你发什么猪啊 手转了 第三个人痴痴的说 转 转 我看见了一只转 那个武士大笑说 船 这个地方哪有船 你的眼睛摸飞 他自己的笑声也忽然顿住了 眼睛也发起直了 另一个人已经颤上说 船 船 那边真的有只船 有只船在往这边走的 三个人的脸上 都献出了惊惧之色 张口结舌 动弹不得 火点花又惊又喜 暗道 这三个人只怕是见了鬼了 沙漠上若能行转 那大海上 起飞就可以跑马了 但是 但是等他的眼睛转过去的时候 他也被吓得呆了 漫天的风沙之中 竟真的有所船 就驶过来了 这艘船 本是如风击驶的 此刻渐行渐缓 漫天的鹰蹄声钟 终于缓缓地就停下来了 就停在他们的面前 漫天的黄尘 渐渐地消失了 船头上渐渐现出了一条 幽灵般的白衣人影 手足面目都藏在白袍白金里 连眼睛都瞧不见 三个巫师对望了一眼 脚步缓缓地向后退 三个人的脸上都已经汗如雨下了 那拉起了牵骆驼的绳子 他们就想溜之大吉 这个时候 白衣人忽然 阴瑟瑟的一笑说 怎么 我已到了这里 你们还想逃吗 雨声揉脚 她 她就是一个女人 她的眼睛虽被白金蒙中 但是别人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她 三个巫师手脚发抖 刚牵起的绳子可就又落下去了 那个武师阵师说 你究竟是谁啊 白衣人也不理她 缓缓地说 我本来在奇怪呀 你们为什么没有如约而来呢 哼 现在我才知道了 原来是你们三个在捣鬼啊 她的身子 动也没有动 人就已经飘飘然就跃下了船头 然后她立行说 但是 你属我之物 就凭你们 也想染纸吗 那武师 已被这女人惊人的轻功给吓呆了 过了半晌 才呐呐地说 小人 并没有 古代 白衣人冷冷一笑 观音菩萨自有千手千眼 你们还想瞒得过我吗 我电话忍不住常谈的 石观音 石观音 想不到 我终于见到你了 只是我竟在这种情况下和你见面 我实在是泄气得很 白衣人说 有此情况又如何呢 难道 你还想和我一脚高下不成 我不错 我的确有这个意思 嗯 白衣人冷笑 接着说 只怕你还差得远呢 连这样的奴才 都能叫你上当 鼎鼎大明的胡铁花 真让人失望得很啊 他 脸已经转向了胡铁花 后面那三个武士 悄悄地就打了一个眼色 反手间 妖刀已经出销 三柄刀一下破风般的 就像白衣人就砍了过去了 白衣人背负双手 草也没有回 性子全未察觉 但是等到三柄刀砍砍到的时候 他牵牵食指 突然就自袖中 弹出了 只听 咔嚓 一声响 刀光如瓶炼般就冲天飞起 三个武士根本就没有瞧见 对方是怎么出手的 就觉得手腕子一震 半边身子都发了麻 掌中的刀 已经被震得脱手飞出去了 三个人吓得活都没了 哪里还顾得上黄金珠宝啊 简直瞧也不敢瞧这个白衣人一眼 转过头来就跑 他们脚下虽没有轻身的功夫 但是 性命教官啊 啊 逃的还是真不慢 只逃出十来杖 三柄刀 才掉在了地上 白衣人轻轻招手 把三柄刀 全都接住了 淡淡地说 刀是你们的 还给你们 他还是没有回头 反手一抛 三柄刀就像闪电般的飞出来 刀上竟也似长着眼睛似的 眨眼间就追上了他们的主人 只听 接连的三声惨吼 鲜血飞机而出 有如三道火光 三柄刀 与穿心而顾 兵子般 把三个人就钉在了地上 蝴蝶花惨然说 人为猜死 鸟为狮亡 这有何苦呢 白衣人悠然说 你害怕了 蝴蝶花瞪着眼睛说 我怕什么 自然是怕我杀你 你看我 你看我 这像是个怕死的人吗 我看你脸上虽然在冲英雄 你那心里还是有些害怕的 他再也不听蝴蝶花回答 转过身 拍了拍手 那鬼船上立刻跃下几条大汉 将骆驼上的珠宝 都搬上去了 蝴蝶花大声的说 喂 嗨 别忘了 这些东西是拿来 跟你们交换那极乐之星的 白衣人转身 你想把极乐之星带回去吗 不自然 你凭什么以为我不会杀你呢 我 我 我死也得把极乐之星带回去 真怪了 一个人要是死了 他怎么能把东西带得回去呢 蝴蝶花睁大了眼睛 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蝴蝶花在等死的时候 他做梦也不会想到 楚留乡和鸡兵宴 会在这附近看着他 楚留乡和鸡兵宴 竟然就在石鱼帐外的那艘鬼船上 他们是从另一艘船上 被搬到这艘船上来的 只因为石观英 要好好地照顾他们 但是 他们并没有瞧见石观英 蝴蝶花以为这个白衣人就是石观英 其实他只不过是石观英的一个门侠弟子 石观英早已经走了 他的行踪 真是十分的诡秘 非但总是来去匆匆 而且永远没有人知道 他从何处来 要往何处去 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